女王奶奶去世了 哈利王子最后一个跑回家 许多媒体捕捉到了 她匆忙回家的场景 事后竟然还传出了 哈利王子被王室成员冷落 没有收到邀请的消息 这不马上有人出来 为英国王室辟谣了 证明那是哈利自己的原因 女王去世后 梅根和哈利王子出席了她的葬礼 我们看到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 兼并兼弟护送女王的灵鹫 哈利王子还和夏洛特公主相视而笑 看到这里 人们也许觉得 威廉王子和弟弟哈利王子之间的矛盾 完全不存在了 事实恰好相反 哈利夫妇在参加完女王的葬礼前 与查尔斯三世和威廉王子 爆发了激烈的矛盾 查尔斯王储经过六十多年的漫长等待 终于得偿所愿 从一位待机的王储 转正成为了英国王室的君主 英国查尔斯国王三世 俗话说 新官上任三把火 任何一个新领导上任 首先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收复自己部下的心 力微服众 这样今后团队的人上下一心 听从领导的指挥 在领导的英明统领下 同心协力 努力工作 这样工作才容易开展 但是 查尔斯国王三世 却在即将上任成为新君主之前 遇到了一件颇为尴尬的事情 他的小儿子 哈里竟然为了梅根 与他这位未来英国国王起了冲突 据知情人士透露 女王去世后 查尔斯三世和威廉王子 在面对哈里王子的时候 都把家族矛盾抛到了一边 他们叫哈里王子回来 见奶奶最后一面 甚至还邀请了他吃晚餐 哈里却直接拒绝了父亲和哥哥的邀请 其实 哈里王子本来可以早点 过来看女王奶奶的 不过他主动推迟了 一位知情人士称 由于查尔斯三世不让哈里带梅根 去见女王最后一面 哈里王子非常生气 为了能烧上梅根 他失去了 见女王奶奶最后一面 据称 哈里王子忙着带梅根 去巴尔勒莫尔城堡 与家人发生了争吵 结果他直接错过了一班飞机 然而 哈里王子虽然最后还是来了 可女王已经离开人世了 但哈里王子依旧很生气 查尔斯三世和威廉王子 并没有和哈里置气 为了表示诚意 他们邀请了哈里 去和他们相聚 一起吃晚餐 可那会儿哈里还在生气 因此他直接拒绝了 至亲的这个邀请 据消息人士称 哈里选择和安德鲁王子 以及苏菲王妃 一起吃晚餐 第二天早上 他为了避开 查尔斯三世和威廉王子 第一个离开了 巴尔勒莫尔城堡 去了阿伯丁机场 赶回家和梅根相聚 可以看出 查尔斯三世和威廉王子 都劝哈里早点回家看女王 他老人家都快撑不下去了 作为女王的孙子 哈里却一而再再而三地 为梅根推迟回家 他都不听父亲和哥哥的劝 真是令人震惊 在最关键的时刻 哈里王子选择了维护梅根 失去了见女王最后的机会 女王在天有灵 一定会对她很失望 据英媒在当地时间 9月22日发表的一篇报道称 哈里竟然为了自己的妻子梅根 与她的父亲查尔斯闹翻 据报道 在女王去世的当天 查尔斯号召英国王室家庭全体成员 在王宫中集合 共进晚餐 实际上 这次表面上是一次普通的家庭晚宴 但是其含义却非同一般 我们可以理解为 这是未来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第一次发号施令 召集自己的王室部下们聚餐 共商议女王去世后 英国王室即将需要处理的种种事项 但是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哈里王子竟然直接拒绝了查尔斯的号召 不听从查尔斯的命令 与其他王室家族成员一起参加晚宴 原因就是 查尔斯没有邀请哈里的妻子梅根参加此次晚宴 这就让哈里王子感到很不满 所以他也拒绝参加此次晚餐 没想到查尔斯第一次发号施令 他的小儿子就直接不听从号召 这让查尔斯如何力微服众 据报道 有王室知情人向媒体透露 哈里王子坚持让梅根来到巴尔莫勒尔与他会合 然后两人一起参加查尔斯组织的王室家庭晚宴 但是查尔斯却打电话给哈里 对他说 这样做不合适 知情人还进一步透露 由于英国皇家空军航班延误 梅根推迟了前往苏格兰的行程 所以梅根其实是完全能够赶到巴尔莫勒尔参加此次王室家庭晚宴的 但是查尔斯却不同意梅根参加此次王室家族晚宴 查尔斯认为 向女王陛下道别应现于最亲近的家庭成员 包括威廉王子的妻子凯特王妃 现在威尔斯公主也没有收到邀请参加此次晚宴 哈里王子在得知自己的妻子梅根没有收到邀请参加此次王室家庭晚宴后 她感到非常不满 她向王室工作人员强调 坚持让梅根与她一起参加晚宴 后来查尔斯还亲自打电话给哈里王子 告诉她让梅根参加此次特殊的王室家庭晚宴的做法是不合适的 但哈里王子在接到查尔斯的电话后 明白不让她的妻子梅根参加王室晚宴是查尔斯的意思后 她竟然直接拒绝查尔斯 称如果梅根不参加此次王室晚宴 她也不会参加 哈里为了梅根 竟然直接拒绝查尔斯 违背新国王的直接命令 与父亲查尔斯闹翻 据那位向媒体透露此事的王室知情人士评论 称哈里这种做法是让人感到愤怒的 哈里拒绝与父亲和大哥共进晚餐的行为 被视为严重怠慢 同时也侵犯了未来英国新国王的权威 因为她是直接违抗了未来英国国王的下达的命令 其实 女王还没去世之前 已经对哈里夫妇相当失望了 王室专家凯蒂 尼克尔 在《王室传记新王室成员》中提到 女王的一位朋友称 看到梅根和哈里王子离开英国王室后带来的后果 女王感到筋疲力竭 当有人问起女王 对哈里夫妇离开英国王室的感受时 女王很难过很受伤 我不知道 我不在乎 我不要再继续思考这个问题 当然 哈里王子让女王如此伤心 他也受到了来自奶奶的一些惩罚 虽然哈里全程出席了女王的葬礼 显得和家人依旧有联系 可一些细节 却让人们看出 哈里受到了不同的对待 在王室为女王举行的最后一次守夜仪式上 女王的所有孙辈都出现了 这其中也包括哈里 罕见穿上军装出现的哈里 与威廉王子站在了一起 两个人的军装如此相似 可哈里的服装上的一二王室徽章不见了 所有王室成员的军装上 都应该有伊丽莎白女王的一二的标志 哈里的却没有了 可以说 穿上军装的哈里王子 比不穿还要更加尴尬 这也许就是她伤害女王奶奶后 受到的最大的惩罚 据报道称 女王去世后 她养的科基犬有感应 在女王去世时留下了四条狗 已故女王的宠物们是如何应对她的离世的 据今夜娱乐报道 狗狗的前讯寿师罗杰 马格福德博士说 他们很可能已经知道了她的死讯 并想念她 据报道 马格福德过去曾与伊丽莎白女王的狗狗一起待过 她特别提到了她非常喜欢的科基犬桑迪和木克 教练说 他们很可能知道她去世了 因为狗非常能察觉主人的变化 马格福德继续说 我相信 他们知道女王陛下的身体在衰退 他们会想念她的 木格福德说 尽管狗狗们可能会想念已故的君主 但她不认为悲伤会有严重的变化 她继续解释说 这些狗通常是由伊丽莎白的儿子安德鲁王子照顾的 她现在将和前妻莎拉、福格森一起照顾这些宠物 众所周知 女王喜欢动物 尤其是她的科基犬 她的科基犬桑迪和木克是她一生中最后的两只狗狗 也是她儿子安德鲁送给她的礼物 所以 马格福德认为现在由安德鲁王子来照顾他们是最合适的 正如他所说 我认为这是非常合适的 值得赞扬的是 他将照顾他们很多年 训养师还指出 安德鲁的家距离温莎城堡有两英里远 温莎城堡是狗狗和女王一起生活的地方 因此 他们会知道他们离家很近 离温莎城堡很近 这很好 据人物杂志报道 周一伊丽莎白女王下葬时 桑迪和木克在场 她的小马爱马也在现场 在女王棺木的最后游行中 人们发现狗狗们在外面排队 好